大批警力将车辆团团包围 大声呵斥将嫌犯压制在地 远警更在嫌犯车上搜出一把开山刀 两把西瓜刀 还有绿制棒球棍及数颗模拟枪空弹壳 据了解19岁胡姓主贤指控正姓前老板 与他的前女友友染害他们分手 因此勒索10万元折修费 不过后来协商仅剩1万 正难怀疑自己被仙人跳 遭遇事先向警方报案 同行友人共三男英女全被警方 带回派出所调查 全案将一恐吓去才最先侦办 记者新北综合不斗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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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